大家好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KIA新世代的Sportage 那Sportage其實在2021年底的時候 我相信許多人應該已經看到了 因為它已經進行了大概一系列的露出 KIA換上新廠徽的場合 它也特別的先展示了一下新世代的Sportage 那台灣生代美奇亞呢 預計會在6月的時候正式發表 新世代的Sportage 那我們今天呢是先試車 那試車的部分呢 它總共推出的是三個車型 包含了入門的Trendy 然後再來是中階的是Apex 再來是頂規的X-Line 那我們今天試駕呢 這台就是X-Line的版本 那價錢的部分當然是還沒有公佈啦 但我們先來看一下 X-Line其實它擁有一些比較高度的一些辨識特徵 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新世代的Sportage它的水箱護照 那這個是X-Line才有的一個水箱護照 大家有沒有看這個造型很像X有沒有 新世代的設計就是虎鼻的造型 然後再來是它們叫炫標式的軸型燈 那這個軸型燈 在整個視覺上就是相當的明顯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霧燈跟錢包感的部分 其實X-Line也有一些不同的辨識特徵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側邊 從側邊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X-Line的一個不同特點 大家看到這個喔 這個是防刮塑料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一個感覺說 它就是一個越野 Off-road的一個能耐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大家可以在它的包含了Trendy 包含了Apex 可能都看得到 但是呢 它的並不是反刮塑料 它是烤漆 Sportage呢 它擁有相當高的一個辨識度 它同時也將當代KIA的一些設計元素融入其中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擁有自己的造型之外呢 許多元素也是在其他車款上看得到 像看到這個有沒有 這個造型 現在漏後 然後像這個魚鱗狀的一個設計 其實這個也是在Karlingo上面 大家就會看得到 好 正車車的部分 有一個重要的部分要告訴大家 是新世代Sportage它的軸距是2755 那這是一個中型尺碼的一個概念 但是呢 大家從正車車的時候 看得到它的車身尺碼看起來 感覺上放得比較大 那這也告訴我們說 車室空間內的舒適性 當然也會有所提升 所以呢 森大美奇亞在產品簡報的時候 也特別溝通了 就是說它的後座空間的舒適性 是有所提升 當然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帶大家 進去車室裡面看看 現在來看一下車尾 車尾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尾燈它擁有相當高的一個辨識特性 那當然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包含了寶桿啊 包含了燈組 它都有一些調整 會因應不同的等級 它有一些不同的辨識 但是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看到這車尾 大家有沒有想到另外一台車 我個人覺得呢 新世代的KIA Sportive 其實跟它的EV6 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包含了設計的一些元素 線條 那甚至於都會讓你覺得 它這台車長得很前衛 所以呢 我覺得慢慢的 KIA在新世代的產品上 它有做出一些設計上的連結 比較新世代的一個元素 都把它融入其中 大家可能會跟我講說 感應式電動尾門 那我的包含大家不要介意 大家可能會說感應電動尾門 好像沒什麼稀奇 但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是 在新世代Sportive 它在產品設定上 是將感應式電動尾門 列為全車系的標配 新世代的KIA Sportive 它在整個外觀 它擁有高辨識度之外呢 它在整個內裝的部分 我覺得它整個內裝造型也相當的 算是有跟上整個市場潮流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曲面螢幕 這是數位化的一個呈現 那這整個也是現代集團 現在在發展上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然後呢 這個是雙12.3吋 更關鍵的事情是 中間的這個中控螢幕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現在是中文化的版本 比較可惜的是 旅行電腦的這個 它還是英文的介面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旋鈕式的排檔系統 那旋鈕式的排檔系統呢 這一台車X-Line它是標配 但是它入門的Trendy 就不是這個版本 在整個操作介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沒什麼按鈕 這都是數位觸控的一個版本 像在美契亞這次導入了Sportage 它目前只有單一的動力單元 那它的引擎是1.6升渦輪引擎 搭配7速的雙離合器變速系統 那動力數據呢分別是180P跟27公斤米 這台車是試傳的版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有 Drive Mode的一個選擇 它可以選擇包含了Econormal Sport跟Smart等 不同的一個駕駛模式選擇 然後當然是HDC啦 陡坡環漿系統啦 除了這個之外 要跟大家講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 它全車系是將 DriveWise 也就是他們家的 Level2等級的一個先進主張安全配備 是列為標配的 這邊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雖然先進主動安全配備 在現在的許多車款上已經是 幾乎是標配了 但是它的還是有一些等級上的差異 像KIA Sportage呢 它這次標配的DriveWise裡面 就包含有BCA 也就是所謂的盲區防撞偵測煞車輔助 這樣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我今天開出來的時候 如果今天偵測到的時候 有車過來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自動煞住 這是一個主動輔助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它有沒有主動介入 這個等級上是有所差異的 新Size Sportage它將DriveWise 也是先進主動安全配備 列為全車系標配 但是呢在整個產品設定上 還是有做出一些區隔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配備上的差異 包含了環景系統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 這個 就我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有盲區顯影的一個功能 這個一樣是在中間以上的車型才有 那還有一個比較 算是比較炫的東西啦 它就是 所謂的引擎聲浪模擬系統 當然我覺得這很雞肋啦 就是為了做出一些區隔 然後再來是氣氛燈 氣氛燈一樣 大家從中控的螢幕就可以調整 然後另外也是 Harmond Kardon的頂級音響系統 這個也是在中間以上才開始標配 我們現在坐在駕駛艙裡面 大家還是可以感覺到 除了數位化之外 它在空間的運用上 跟空間的開過性也是非常出色的 其實我很想講的是這一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置杯架有沒有 這個置杯架 它這中間還有一些置物的空間 然後置杯架只要這樣按下去 就彈出來它就變成置杯架 然後剩下你還是可以繼續放別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巧思啦 質感上也覺得很OK啦 然後前面這個置物空間 它也可以是所謂的無線充電的一個功能 所以整個空間的運用我覺得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當然還是後座 因為中型SUV後座空間 車尾行李箱空間 這個都是攸關勝敗的關鍵點 我們現在去後座看一下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它的軸距是2755 那它的後座空間表現相當的出色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頭部的空間 然後再來是腿部的空間 因為前面是我剛剛坐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現在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個空間的表現 是當然相當的出色 然後再來是椅面的部分 我覺得椅面的長度算OK啦 可是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在整個空間運用上的一些巧思 包含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椅背是可調的 還有這邊可以刮一些小東西 比如說買鹹酥雞買宵夜 掉在這邊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這個東西 可以刮衣服 可以刮包包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個人覺得 這是蠻好的一個設計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後座的出風口 它也是標配的版本 單純的出風口 它並沒有很溫的空調的設計 但是 在整個舒適性上 我覺得也還算不錯 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它也是Type-C的一個插孔 如果今天四個人 然後在後座的表現 就算長途旅行 甚至於說後面放滿了行李 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是一個表現相當不錯的設計 那當然就是 我覺得台灣三代美旗 在整個導入Key Sportage的時候 面臨到幾個大的問題 包含了 整個中型SUV市場的競爭 非常的激烈 大家也知道這個基本上 就是現在市場上 兵家必爭之地 它面臨的挑戰 當然也相當的嚴峻 品牌在國內市場上 受到一些限制 這個是 包含了他們重新返回台灣的市場 然後再來是 消費者對於韓系品牌的接受度 坦白說還是沒有日系品牌那麼高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它是採用所謂的進口導入 那進口導入的時候 同樣也會帶來一些限制 譬如說你希望 壓到八十幾萬 這就有相當相當大的一個難度 這樣子的狀態下呢 我覺得台灣三大美旗 確實是反過來 它是希望走 包含了質感 甚至於在配備上的豐富度 都要相當的足夠 大家可以從它的Picanto 就可以看得出來 Picanto是小型先輩 然後它最早就有導入一些 先進主動安全配備的部分系統 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是一個賣點 但是呢 同樣的方法 運用在中型SUV的時候 它當然面臨競爭也相當的激烈 所以 如果它今天有辦法 把價格壓在九字頭 入門 我現在說入門是壓在九字頭 那當然配備可能 就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譬如說 環景是沒有的 然後 排檔不是E-Shift的 旋鈕式的一個版本 然後甚至於什麼聲浪模擬系統 這些沒有 所以現在整體來說 最關鍵的點 還是在於 價格怎麼設定 但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個人覺得 整個產品力來說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至少呢 坐在這邊我是覺得 滿意的 那今天呢 就只有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試車的部分 我們會出相關的文章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展示間去試一下車 畢竟現在缺車啦 就是因為晶片化的部分 因為有些缺車 所以大家可以加把勁 先去看一下車 喜歡的話就可以趕快下訂了 那今天先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謝謝